不过其实雨一直下 气象局一早就已经发布了豪雨特报 当中包括了台中清水楼井 一个小时里头降雨达到53跟51毫米 这有关于气象局的定定呢 他们认为降雨量一个小时超过50毫米就算豪雨了 因此也纷纷的提醒说 在台中地区的民众今天要特别当心 大雨下的又大又急 停在路边的轿车被大雨影响 警报器响个不停 中央气象局已经发布了豪雨特报 那么现场还可以听到真正的雷响 旁边的汽车也受到干扰 警报器一直不断的响 原本蓝天白云的天空 不到十分钟瞬间变天 乌云密布下起大雨 民众撑伞也挡不住雨室 19号上午台中下起豪雨 在龙井以及清水一小时内就降下53以及51毫米的雨量 已经达到豪雨的标准 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 让民众外出要特别小心 只要下大雨就淹水 因为像前几天也有淹水 因为不好过马路啊 就是那个水水都淹过了 平常不会是到那种暴雨的时候 好快 雨是大道人孔盖 无法附和瞬间大雨 水从洞口大量冒出来 大雨下得急 水淹到脚踝 民众撑伞行走在街道上 显得更加困难 由于之前曾发生地下道 淹水溺斃富人的意外 这场豪雨下得让人心慌 相关单位警戒不敢大意 接着王毅超廉家庆 卓一兹台中报道